生命,有太多的技术,努力,有太多的感动,人生的无奈,还是生命的剧情,总有一些,无奈和辜负,失去和得到,别计较,别耽误,别错过,有太多的无奈,失落和风景,错过,是一种年华,留下,是一种风格,梦想和遥远,总有一个等,也有一个追,是生命的失去,还是人生的错觉。 不要太悲哀,也不要太自信,命运是一种开始,给了希望,每一个吟唱,每一个放下,总有人生的理解,也有安静的宿命,学会原谅,学会放下,也要学会无奈,懂得就好,珍惜就好,世事多变,人生无常,学会安静的独处,学会温暖的善待他人,命运给予很多希望,也会给自己很多奇迹, 学会掌握自己的世界,学会改变自己的前程,每一个方向,每一个珍惜,总有人生的感动,也有很多的束缚,总有人无法理解,也有人无法表达,成长的束缚,感动的世界,学会每一个理解,掌握每一个今天,改变每一个明天,冷眼观花, 学会成就他人,帮助别人的瞬间,也是为了帮助自己,做一个感恩的人,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,感动全世界,直接一点,感动一点,改变一点,成长一点,塑造人生的每一个感动,感动生命的每一个直接, 学会成长,学会看局,学会生命的每一个塑造,时间的相逢,将自己学会很多,将自己失去很多,每一个崭新,都是人生的鼓舞,每一个成长,不都是人生的新陈代谢,努力吧,为了一个属于时间的格局,为了一个属于生命的斑斓, 人生多少精彩,生命多少含蓄,冷漠和无奈,温暖和热情,总有一份属于自己,总有一份别人看不见,有时候学会赠予,学会放下,聆听全世界,每一秒都在改变,感悟全人类,每一个成长,都是人生的束缚,都有今天的感悟,学会辗转人生的未来,学会改变未来的自己, 生命,是花财花落的年代,努力,是成长的每一个奇迹,分分合合,是一种相遇,词别相聚,是生命的一扇门,打开自己的心门,去做自己想做的人,回头看,时间是人生的一个感动,努力等,放下是生命的一种责任,学会成长,必须学会心宽,学会改变,必须懂得延绕,树立别人的自信, 改变自己的尊重,每一次生命的洗礼,都是命运的一次偶遇,据说昨天的无奈,放下今天的辜负,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起点,做一个正直感恩的人,善良一点,为了自己的未来,好人有好报,时间是一种格局,也是命运的一种珍惜,努力吧,珍惜吧,每一个努力,都是生命的不在懂得,但是必须学会珍惜吧, 珍惜情,对人,不能太好,对事,不能太决绝,毕竟有时候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,有时候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,世事多变,学会尊重,也是为了学会人生的善良,忘记文章推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讯